一场突如其来的浓雾 改变了军营一支小队的人生 对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说 参军只不过是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从小长在和平年代的他们 看向战争的时候 中间就好像隔着一层浓浓的雾气 而今天雾气散去了 对于军官来说 如果要排一个最头疼的事情排行榜 或许训练新兵可以排在前三 因为这些没有经历过战争的新兵 实在是太难管教了 而A小队正是刺头中的刺头 他们懒散毫无组织纪律 训练成绩更是一塌糊涂 为了给这些士兵一些教训 他们的长官决定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一个长距离的越野任务 很快就分到了他们头上 6.5公里的路程 他们只有45分钟的时间 这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如果不能完成 他们的午饭就会泡汤 就像前面说的一样 这是一群没有纪律性的新兵 而且其中三位更是胆大妄为 他们为了逃避乘法 选择抄小道到公路上去拦截过往的车辆 企图乘车达到目的地 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 他们终于成功逼挺了一辆巴士 可是他们上车的时候 却愣了一下 这辆车上坐着的全都是老头老太太 但是他们的胸前都挂满了军功章 他们是战斗英雄 可是这三名新兵 却对这些英雄毫无敬意 甚至对这些英雄开起了无理的玩笑 但是很明显 这些英雄并没有放在心上 很快事情就暴露了 正在看电影的他们 很快就在军官的紧急集合照中 来到了外面 而那个开巴士的老者仔细端详之后 将那三名士兵指认了出来 一人犯错全班受罚 三人载的二班 很快就迎来了他们的惩罚 12公里的越野 武装求度 实弹射击 他们的时间只有一小时01克 对于这群新兵来说 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刚刚走到一半有些新兵就倒下了 为了完成任务 他们经过短短一分钟的讨论 决定再一次超进路 地图上显示 这次的进路将会穿过一片沼泽地 当他们来到沼泽面前的时候 却发现这里有一片浓郁的雾气 作为新时期的士兵 雾气这种东西对他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 可是当他们进入到浓雾之中才发现 在这里 他们不仅仅难以辨别方向 甚至连军队判发的指南针都失灵了 但是他们跟随自己的直觉 还是走出了这片沼泽地 当他们出来的时候才发现 这里似乎是晃了一个地方 一个陌生的村庄出现在他们眼前 虽然看上去不太正常 可是作为军人 他们还是决定上前查看一番 可是在靠近村庄的时候 他们渐渐地发现了不同寻常的地方 这里充满了曾经的老物件 而整个村子也是静悄悄的 正常村子里的狗叫 在这里根本就听不到 在他们疑惑的时候 远处的车队却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在望远镜中 他们看到的是一群德国人 所有人都以为这是在拍电影 直到那些德国人开始向他们射击 子弹击中身边的战友 他们才知道这可能是真的 可是此刻为时已晚 一支小队几乎全灭 就连他们带队的长官也有些慌乱 可是在他们心中 已经固执地认为那是在拍电影 可是拍电影的时候 为什么会用实弹呢 为了搞清楚这里的事情 两名士兵决定到附近的村庄 查看一下情况 但是他们刚刚到村子 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 一群穿着德国军装 说着德语的士兵 正在枪杀这里的百姓 而他们躲进房子 即将被搜查 为了掩护队友 一名精通德语的士兵 假装自己是一个德国人 而他的德语 也确实骗倒了那些德国人 就这样 在招杀劫掠的德国人中 这名士兵开始战战兢兢地 和他们喝酒作乐 而此时树林中的人们 还沉浸在慌乱的气氛当中 他们的指挥官去世的 而头顶上也飞过了一架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轰炸机 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让这些人难以接受 终于 前去侦查情况的两名士兵 在滚下一个山崖之后 他们清醒了一点 这一切都是真的 因为 他们在跌下的那个山谷中 见到了成片的尸体 那些人都是他们的同胞 而在那散落的报纸上 他们看到了 不属于这个时代的新闻 幻觉不可能这么真实 而唯一的说法就是 他们陷入了一场战争 数十年前发生的魏国战争 而如今的日期 正是1941年 知道了真相 他们更加绝望了 虽然他们来自未来 有着未来的记忆 和未来的装备 但是因为他们是新兵 并且没有任务 所以部队并没有 给他们发配实弹 而在1941年 并没有这个口径的子弹 他们的AK-47 并没有丝毫用处 除了被敌人抢走 为了尽快搞清楚情况 这群士兵很快就散开 侦查情况了 两名新兵很快到一个村子里 他们在这里 见到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可是没等他们搭讪 一个老者就先行一步 吊倒了他们 而在他们表明了身份之后 老者非常善良地 邀请这些士兵 到家里吃饭 对于这群士兵来说 这真是一件好事 席间 刚收完自己有秘密任务的他们 就收到了德国人到来的信号 他们慌乱的行动 全都落在了老者眼中 可是作为同胞 老者还是让他们躲了起来 而他和那个姑娘则在一起 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的样子 愚蠢的德国老 在这里旁若无人地 对着一只鸡开起了枪 可是躲在一旁的新兵 则在数着他们剩余的子弹 终于 德国老只剩下了一发子弹 可是一名士兵 此刻却站了出来 他告诉这个德国老 战争没有意义 受伤的总会是他们自己 他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 感化这个德国老 可是他还是太年轻了 根本不明白战争的意义 德国老的最后一发子弹 打在了他的胸膛 而这时候 士兵为应勇而上 将这名德国老抓进了仓库 中枪的战友 也被他们抬到了谷堆后面 他们刚刚做完这一切 屋里的德国士兵就走出来 顺着谷仓的声响 他准备过去查看 远处的一名士兵 却扯下了脖子上 那个父亲送给他的子弹 这是唯一一发 可以使用的子弹 随着一声枪响 仅剩的一名德国士兵倒下了 他们很快就回到了营地 可是面对德国的俘虏 他们没有人愿意动手 即便他们杀了自己的战友 夜里 这个可怜兮兮的德国老 让看守他的士兵 从自己的上衣口袋中 掏出了一张照片 那是他和家人的合照 他告诉看守的士兵 自己有家人 自己不想打仗 虽然双方语言不通 可是他的情绪 似乎感染了那名 看守他的新兵 而那名新兵 也心软地解开了 德国老的绳子 可是就在这一瞬间 德国老抢走了 他手中的刀 一刀刺进了他的心脏 可怜的新兵 连声音都没有发出 就倒下了 这就是战争 残酷 而真实的战争 这一切并不是没人看见 一个没有睡着的士兵 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 可是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可能是他怕死 或许是他已经害怕的 无法发出声音了 清晨的阳光洒进树林中 士兵们渐渐醒来 可是那名德国人 却不见了 而那名负责看守 德国人的战友也死了 可是不仅仅如此 那个在农场过夜的士兵 也在逃避德国人的路上 看到了那个 曾经帮助过 他们的姑娘的尸体 而当他们回到 那个老者家中的时候 只看到了燃烧的火苗 和身中树枪 奄奄一息的老者 临死前 老者最想知道的就是 这场战争 会在什么时候结束 士兵告诉他 胜利就在来年的春天 现在 这群新兵还有六个人 那支德国小队 也有六个人 虽然武器差距巨大 但是他们还是决定 大概一场 为老者和姑娘报仇 优敌作战很快开始 一名士兵骑了德国老 留下的摩托车 一路将他们 引入了伏击圈 用自制的燃烧瓶 和仅剩不多的弹药 他们干掉了四名德军 而最后两名德军也死在了他们的手上 那名靠着装可怜逃走的德军 终究还是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或许就像那名士兵说的 只有死亡之后 德国人才能明白 什么叫做战争的受害者 只有自己 这句话 赢得了这次胜利的几名士兵 很快就被一支武装包围了 他们是这里的游击队 但是在面对这些 货真价实的游击队的时候 这群新兵却不知道怎么介绍自己 他们是游击队 又或者是其他人 就像这群游击队说的 他们说着俄罗斯的语言 但是制服和装备 却又有点像德国人 虽然在这里的游击队 为他们举行了非常盛大的欢迎晚会 晚会上甚至让他们认识了 这个营地中唯一的女性卡加 可知道了半夜 他们却依旧被关在了屋子里 没等这些新兵想好怎么逃出去 德国人就已经趁着夜色 达到了他们眼前 黑暗中 人们站成一团 人多适中的德国人 还是占了上风 又有一名新兵 倒在了德国人这次突袭中 而整个游击队 也只剩下了卡加一个人 剩下的队友不是被俘 就是死在了营地中 这时候 仅剩的两名新兵 在救下了一车 送往德军军营的姑娘之后 决定扮成德军的样子 潜入军营 救出那些士兵 如果想要潜入德国的军营 那么这些姑娘们 必须和他们一起 在听闻了士兵的计划之后 姑娘们虽然害怕 可是依旧回到车上 这就是战斗民族的精神 就算是女人 也有着随时为国捐躯的信念 就这样 两个人顺利来到了德军的营地 在这里 德国军官正在研究 他们缴获的AK-47 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样结构的枪械 但是他们确定 只要把这支枪交给总部 他们毫无疑问的 就可以获得一枚铁石子勋章 而在一场爆炸袭击之后 女人们和那些 想要他们做陪的德国士兵 同归于尽了 战斗营中的士兵 也趁乱逃了出来 习民们救出了卡加 和他们背负的队友 可是就在他们乘船离开的前一刻 德军的子弹 击中了一名士兵 现在他们只剩下三个人了 可是他们还有最后一个任务 就是抢回那把AK-47 因为一旦德国人大量仿制这把 领先于整个世界的步枪 他们很有可能逆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 可是就在他们还在计划的时候 卡加却被一个德国新兵 一枪命中倒在了地上 那个德国新兵也因为太过紧张 误入了雷区被炸成碎片 卡加也离开了 可是他们必须完成自己的使命 他们知道那里有地雷 可是他们必须去 于是他们一步一步地越过了雷区 来到了德军附近的营地 此时德军的飞机已经准备完毕 随时有可能把那把步枪运走 时间紧急 他们必须尽快出手 借着飞机的引擎声 他们干掉了两个哨兵 一名士兵自告奋勇地 出现在了德军面前 为自己的队友吸引德军的注意力 而剩下的两个人 成功干掉了第三名哨兵 摸进了敌人存放AK-47的房间 抢回了属于他们的步枪 而那名吸引了德军注意力的士兵 却在一众德军的射击中倒下了 他的死 为剩下两个人争取了时间 他们驾驶着摩托车 逃离了这个德军军营 可是在逃窜的路上 驾驶摩托车的士兵却停了下来 他中枪了 为了不拖累自己的队友 他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要知道 这个士兵曾经亲眼看着 德国俘虏杀掉自己的队友 没有出生 而如今会为了队友牺牲自己 幸福的士兵跌跌撞撞地 跑进了远处的浓雾中 死去的战友 不停地在他的脑中浮现 可是当他到达集合点的时候 却看到了死去的战友 他们好像做了一个梦 可是这个梦却如此的真实 在随后的卫国战争庆祝会上 他们看到了那些身上带满军功章的老兵 同时也看到了那些混迹在他们中间的普通人 有他们遇到的游击队队员 有老者 有少女 有卡家 他们都是英雄 就像他们说的 孩子在历史课上呼呼大睡 感到无比枯燥与乏味 而教师们也只是在地图上 用一个个箭头 在书本上用一个个计划 来讲述曾经的战争 而在这些箭头和计划的背后 都站立着勇敢的人 无论是男人女人 他们燃烧了自己 为祖国奋斗到最后牺牲的那一刻 而他们为的 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 而这一切不仅仅发生在苏联 更发生在我们所处的这片土地上 我们的先烈曾经抛头颅洒热血 保卫了我们唯一的祖国 他们不仅仅是地图上的箭头 和课本上的照片 曾经的他们 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我们需要做的 是正是我们的先烈 曾经为之奋斗的誓言 而不是用所谓的神剧 去歪曲他们 用生命铸成的史诗